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雪 今天為大家介紹我們是這個 復刻的海上霸主系列 那它到時候會在7月16號禮拜一呢 到這個8月26號的禮拜日開放 那陸續會開放水火木光暗的 那這個系列呢 我們說簡稱它是這個海盜系列 雙周的 那我們這邊來為各位一介紹這五隻 到底實不實用 或者是哪一隻需要刷的 那水的部分呢 它是這個 CD5的點滴加免水 水浮石轉成水牆 然後隨機將場上一力 火木光暗浮石轉為強化浮石 那這個卡呢 基本上就是拿來解這個 武鼠強化盾的 因為以前呢 解這個武鼠強化盾的卡比較少一點 那現在有這個水德武衣 然後又有這個 水彈也可以跨回合 然後變成武鼠強化 那這張卡的效益就比較低了 雖然說它CD5蠻短的 不過呢 像這種武鼠強化盾的話 一回合內的應該也只會遇到一隻 兩隻 所以呢 這個 技能 單就解武鼠強化盾來說的話 當然是沒有這個水德來的好用 畢竟水德它還可以轉版嘛 雖然說它CD蠻短的 但是 現在蠻多卡可以取代它了 所以這張卡的話 如果說你有水的水彈的話 我覺得這張卡是不用刷的 那我們再來看火的 火的這個我當初是沒有練的 它的技能是 就是蓄能加免火 將累積戰鬥回合 雙倍數量的符石轉為強化符石 如果轉換的符石 數量多於14粒 也就是說你要超過7回合 開這個技能的話呢 該回合火屬性攻擊力會提升1.5倍 也就是說它等於像是這個 CD7的1.5倍攻 然後又有轉這個強化符石 隨機的 有隨機的 然後火斧石會優先轉換 發動技能的話 會重置累積戰鬥回合 那最短CD是1 那基本上都要等到 6-7回合之後再開效益會比較高 如果說你要解物質強化的話 但是現在火隊的話 它有這個機械 劍齒虎 所以這張卡 應該也是用不太到 它的功能就只能拿來解版而已 但是劍齒虎 除了拿來解版之外 還能拿來 當劍王拳的這個 增傷 所以我覺得 劍齒虎是完勝這張卡 所以這張卡 我覺得也是刷一張 拿來當作這個 開圖鑑就好了 然後再來的話 是莫屬性的 安妮 安妮的話跟火的 其實功能是一樣的 那現在莫屬性 解物屬強化的話 可以用 小劫 所以呢 我覺得這張卡呢 現在也是用不太到的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光的 光的以前 第一次出的時候 覺得還不錯 因為以前呢 高增傷的卡片呢 CD都蠻長的 但是 這張卡 CD9 然後光母性人類 會有到2.25倍的增傷 那以前超過 超過2倍的增傷呢 其實 比較少一點 所以呢 當初那張雙周 這張雙周出來呢 他有2.25倍的增傷 其實我覺得蠻高的 雖然說他CD9比較長一點 但是以現在來說呢 其實算是 非常非常的 不實用 因為CD實在是太久了 所以這樣不用刷 那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 暗海盜 暗海盜的話 當初我還刷了3張 但是其實現在看起來好像還好 3-7力暗以外的符石 轉為暗符石 隨機的 然後呢 一回合內達成 7combo以上的話 自身攻擊力7倍 基本上你要達成7combo這個條件的話 有點 呃 吃手轉 有時候也要看版面 不然就是你可能要搭配主角一起開會最穩 那自身攻擊力7倍 因為他是人類攻擊力非常的低 所以呢 他的7倍也不會到非常高 而且CD又高達7 那在這個高於CD又CD就會很長的這個年代呢 我覺得這張卡也是不用刷的 所以我覺得 值得刷的卡片的話 就是水的話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 水德水彈的話可以刷啦 那火的話 你沒有劍齒虎的話 可以拿來解巫術強化盾 那木的話 你沒有小劫的話 可以刷來解巫術強化盾 那光暗的話 我是覺得是沒有必要刷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也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